大火以優美動人的歌聲 為今天的慈善活動 揭開隆重序幕 為了關懷落實長輩 屏東郵局與台灣金紫生 慈善會合作 動線力結束 老人養護之家宋愛 除了宋愛心 也先向物資及領悟 希望陪伴長者迎接 二年期的到來 感謝我們台灣金紫生 慈善會和我們屏東郵局 都每一年 跟大力的協助金紫生 我們台灣金紫生協會 他們都送給一個物資 像我們目前負款有這些物資 透過我們藥子園的 送餐服務的專員 上去有我們低收服務的老人 我們屏東郵局提供他們的郵務室 也免費 給我們大力的贊助 我們藥子園後面就想說 如果可能的話 後面來辦一個 每一個人一千塊 協助老人任養活動 所以希望我們這個活動 能夠持續 感恩台灣的愛心 也能持續擴展在屏東 生根發展下去 屏東郵局局長 郵樹貞強調 每年郵局都會辦理這項 有意義的活動 今天他們號召 27位資源犧牲假日 前來幫忙的郵務室 一同為院內貨床行動不便的長輩做愛心關懷 同時也將物資及熱食送到各鄉獨居長輩家中 希望在歲末年中讓顏奶們感受到社會給予的溫暖關懷 每一年其實我們都同仁都是發自內心 然後心懷的就是來關懷的這個心情 所以我們整個過程中我們同仁都是自動自發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團隊呢 我們的利益天使也會出來來參與這個整個很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讓整個在2016年呢能夠做一個很有愛心的關懷的一個ending 非常有意義 而且能帶給很多獨居老人的老人家他們很溫馨的感覺 我覺得每年參與這些關懷長輩的活動蠻有意義的 可以讓這些長輩在平常生活中感到很多溫暖 謝謝 也有時一同出發載著滿滿的禮物 愛心物資及溫暖的平安州 期盼這些綠於天使能讓親苦失憶的長者 在歲末年中感受他們所給予的愛與溫暖 讓2016年的尾聲也能過得很溫馨 彼濃秀不停於相思 採訪報導